現在沒事就好了 但我想跟你說 我是從來沒有懷疑過你的 你有,你是有些事要跟我說清楚 我不是說我沒有懷疑過你 我是說你走避的時候 有事要跟我說,但是你沒有說 你一向就現在跟我說 不然我就走 我幫你約了阿安 有些什麼呢?你請問他 你好 好,坐 怎麼樣?想喝紅酒還是白酒? 茶,謝謝 好,那我們去叫 好 熱腳,謝謝 怎麼樣?你有沒有事? 我聽邀章說機場人不見了錢 那裡總是百五萬 沒事了,是報警那個自己監守自導 拿了公司的錢,抓了他 為什麼你可以說得這麼輕鬆? 當然輕鬆,解決了 你知不知道我多怕你因為我拿別人的錢 你為什麼這麼想我? 我為什麼要偷別人的錢? 因為馬太太不喜歡我 你又因為責任要跟我結婚 結婚要花很多錢 我媽媽又問你拿五十萬禮金 安安… 你想事不用這麼複雜的 是你想得太簡單了 我不值得你為我這樣做的 為什麼不值得? 你就是我老婆,我們的寶寶快出生了 那個寶寶可能不是你的 什麼寶寶不是我的? 對不起 放開… 放開 什麼叫做那個寶寶可能不是我? 你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就是那個寶寶有可能 不是你經手的問題嗎? 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你說分手的嘛 你又不聽我的電話 又不回覆我的訊息 阿錫,我以為你不理我了 跟著我 那我就不開心了 多喝兩杯,醉了 然後見到我前男朋友 他又對我很好 那就是我對你不好? 那就是對你不好就可以了嗎? 我也不想的 那我不錯也錯了 還可以怎樣 不錯也錯了 為什麼你說話可以這麼不負責任? 為什麼你不早就跟我說? 你知道我懷孕了時這麼開心 搞這麼大的事情來求婚 不行,難道在他們面前說話 那個未必有可能不是你的嗎? 阿錫和Lala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了? 那就是我是最後一個字 對不起 結婚的事就這樣算了 他現在把你和張天生的照片放了上網 你將來回警隊的 你什麼形象都沒有了 難怪你這麼囂張 原來老闆是老大 他說我搞我,你人生 我不想跟你說話 是否上面有什麼知識,陳長? 有沒有考慮掉走張警察? 囂張,出來